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周一 我们在空中又见面了 那今天跟各位来谈的就是 北京冬季奥运会 不是 谈的不是运动赛事 谈的是呢 这一次北京冬季奥运会 所看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太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实际上这个周末这两天在家 也在研究啊 在看啊 在想啊 我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 现今的国际局势 在这次冬奥会之后 会怎么走 话说啊 我想时间在周五的时候 这个北京冬奥会举行之前 突然之间呢 这个在美国时间的这个周四啊 美国白宫发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 坐在战情室当中啊 没有穿西装 白衬衫 打的领带哈 坐在桌子的正中间 旁边是一个副总统哈里斯 那还有一些幕僚啦 那当然呢 并没有看到全部的 可是没有像过去那种 什么大阵仗啊 什么国安顾问啊 国务卿啊 什么国防部长啊 什么参谋长 联系会议主席 没有没有那么多人在场哈 那种照片不一定看得见了哈 但最主要凸显拜登啊 坐在那个桌子的主席位置 那种权威感啊 但是那个图文并茂嘛 对不对 除了图片之外呢 文章的意思是说 美国这个追杀IS的首脑啊 又一次成功啊 把他们的这个新首脑给追杀掉了 这个新首脑的全名啊 很长了 阿布伊布拉辛 哈西米库雷西 但这个亚洲媒体都叫他哈西米 那当然就描述他们在这个 这个行动当中啊 怎么样在叙利亚的境内 土耳其的边界 在这个三层楼上 经过两小时的这个围攻之后呢 这个哈西米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因为是知道逃不掉了 就引爆炸弹啊 这个自杀啊 当然造成呢 同时在那个附近啊 旁边啊 这层楼里面啊 总共有13个人啊 这个不幸遇难 中间还有很多是妇孺跟小孩 那这个行动啊 给我们的感觉啊 是美国在反恐上 诱疑胜利 可是这个时空如果我们倒退啊 我们倒退 回到大概十年前 十年前的时候呢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各国领导人 各国的人民看到美国总统 那种果断追杀 恐怖主义会觉得酷 对不对 美国厉害 追杀 当年本拉登2011年的 那个5月2号的那天 他就是美国那时候欧巴马坐在那个战情中心 对不对 去看 因为实际上整个指挥是军方系统 那个 所以那个欧巴马坐旁边小板凳 这次是哈里斯做小板凳 在那个指挥 怎么追杀本拉登 当然本拉登在911之后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本拉登是恐怖分子的头吧 他给 说句不好听 不管逮捕啦 杀掉啦 什么 总而言之 有一种象征意义 对不对 对于打击恐怖主义 第一次胜利 但是隔十年多了 十年多了 拜登又演了一出 说句不好听啊 炒冷饭 老戏嘛 别人都已经演烂了 他也来演一遍 坐在那里呢 展现权威 当然这个 这个有一 这个为什么叫老戏嘛 你知道 我都不知道这个剧本是不是写好的 去逮捕本拉登的时候 美国特种部队106 特种作战航空兵团 带着这个绿扁帽 去抓本拉登的时候 各位是不是记得 有一架这个叫UH60的黑鹰直升机 坠毁 坠毁了 那剧本这样演嘛 对不对 不是也不是剧本 当时这样发生了嘛 对不对 那在今年2022年 这个这是不是情节那么巧 他们也是三架直升机 外加无人机包围目标 经过两个小时 打的这个昏天黑地之后呢 这个单人嫌犯自杀之后 又一架直升机 坏了居然 最后美军呢 必须把它给炸掉 毁掉啊 带不走 这个这个剧本啊 我讲真的 第一 没心意 第二 我说实在话 各位如果知道 注意看国际新闻都知道 最近这些日子里面 实际上 IS恐怖 什么那个伊斯兰国 新闻有吗 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特朗普时代 就支持了这个所谓的 就是库德族人啊 给武器 库德族他们实际上 有一千多万人 分布在叙利亚 土耳其的附近啊 一个一个一个主义 没有国家 他们没国家 没有人 没有人叫 喜欢他们 他们想建国 没有一个人答应 对不对 都觉得你 你要建国去别人家 不要来我家建国 你建国我土地要给你啊 但美国 那时候打不了 那个IS伊斯兰国的时候 就想到库德族人啊 他们非常厉害 他们有一个叫 人民保护部队 很会骁勇善战 会打仗 好 美国说 我给你武器 你帮我打伊斯兰国 将来 你要建国这件事情 我会列入考虑 那你想库德族人怎么打 往死里打 把伊斯兰国给打到最后 最后 现在 伊斯兰国啊 坦白讲 那个IS已经降级了 恐怖主义的级别 现在降到 不是大哥大了 现在降到 什么 在这个恐怖界 已经降级到 可能二哥三哥的地位 你就知道 这时候追杀IS的首脑 他的含金量有多少 对不对 巴格达迪 稍早之前已经被杀了 他是接班人 据说 在去年12月 美国就有情报 就知道这个哈西米 就住在这个三楼 租了房子 躲在楼上 对不对 就连平常都不出门 人家说 早上出去外面 什么聊聊天 楼下那些房东 都不出现的 躲在楼顶 晚上四夜下无人 跑到屋顶洗澡 就说他已经 说句不好听 已经像打落水狗 躲着 现在躲避难 美国去年12月就有情报 只是这张牌 握在手上 要不要动手而已 要不要动手 要放到这 好 那左看右看呢 现在整个大局 平常心讲 北京办冬季奥运会 气势如虹 又上一层楼 对不对 那习近平在那宣布 北京奥运开幕 你想想看那种威风 跟那种在全世界那种大国的那种 那种感觉 对不对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办两次奥运 而且哦 这个国家在理论上来讲 中国大部分是还是蛮热的 尤其南方 那么热的国家居然办冬奥会 那也是第一个 对不对 但亚洲里面 韩国日本也办过 但中国办 也办得很有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中国的气势有 第二 普京啊 乌克兰就已经让美国颜面无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又跑到北京来 哇 那这时候美国要是再不出点声音 全世界都快忘了他 还有一个叫美利坚合众国的拜登啊 都快忘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搞疫情 那搞不定嘛 通胀也搞不定嘛 芯片制造 那门还找了 八字都没一撇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打恐怖分子啊 那刚好这家伙倒霉嘛 对不对 在黑名单上 美国早放那边当备胎用了 哪天真的要需要那么弄一下的时候 就把这个家伙给弄出来了 所以他真是命嘛 好 那拜登最重要做了一件事情 展示我美利坚合众国 还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但内行人一看都快笑 偷笑都在偷笑 哎呀 你不摆还好 一摆 摆的那个场子又不够大 对不对 又不够震撼 如果说句不好听 你美国今天啊 调八万大军 对不对 立刻进入乌克兰 准备跟俄军啊 死K一顿 那个才叫震撼 你知道 他根本 不行嘛 你说乌克兰这件事情上 美国彻底的 我讲真的 给我的 这我的感觉啊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上面 只是为了展现权威 因为他理论上 他在这整个乌克兰世界上 他是彻彻底底的 低估了普京 理论上来讲啊 你做一个想象啊 就像有一个人出去环游世界 他要找一个最漂亮的美女 对不对 就绕了一圈回到家之后 发现最漂亮的是老婆 对不对 我想这个任何男士都同意我的说法 开玩笑 回到讲点 绕了一圈回到华盛顿 发现他最大的敌人居然是 他看不在眼里的俄罗斯 因为美国早就觉得俄罗斯摇摇欲碎 不行了啦 那种国家对不对 就靠个能源 我能源掐指他 他就没戏了 对不对 普京指老虎 叫叫而已 修理他 不然怎么会有北约东扩 乌克兰是今天才有国家吗 北约是今天才成立的吗 突然给我搞个北约东扩 那就是要修理普京 要撬开俄罗斯的大门 对不对 带着一堆家伙去撬 想不要用什么美军啦 就叫乌克兰给一点武器 就撬开啦 把俄罗斯大门给撬开啦 对不对 他已经摇摇欲碎了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是怎么样 撞都一鼻子灰啊 听说最近华盛顿啊 政客啊 每天吃饭喝酒 对不对 他们也要私下走走嘛 会会 都在干嘛 就在聊这个 说 普京 他到底 是什么 在想什么 他还有什么牌啊 要出 这些政客 蒙了 蒙了 基本上蒙了 对不对 还更有可能 这我推论了 现在呢 这群政治精英啊 美国的政治精英 一定啊 要到那个地下室 战情中心 对不对 大家做好 然后干嘛呢 把所有美国情报机构 都找来 什么CIA啊 什么什么 各种国家安全局 什么来报告 这个乌克兰啊 这个普京啊 这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他们要做决策啊 精英要决策的时候 要听幕僚的报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听还好 越听越懵 根本算不出来 普京的下一步 你知道普京的下一步 是什么吗 他可以站在鸟巢 在那边 那么淡定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啊 如果今天 其他国家 跟美国这样子 已经对上了 对不对 十万大军在边界 能出国吗 能离开吗 就表示普京 十拿九稳 我淡定的很 我吃定你 根本不敢动 你就 你没用 我就跑到北京 参加奥运开幕 还要跟习近平啊 签订一个那种 合作 大家将来要怎么紧密 什么什么 展现中俄合作的决心 这什么 淡定 对不对 像我们看过很多 有人打架 对不对 那个要沉得住气啊 对不对 不是说上去 真的拉来拉去 一定是要必要的时候 一出手 好 这是整个美国啊 的尴尬 尤其是坦白讲 砸掉那架 UH这个60的黑鹰直升机啊 他为什么要炸掉他 顺便这边要讲一下 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这是他们出动的这个叫 美国陆军地106特种作战航空兵团啊 他实际上有大概190多架各式直升机 那其中主力是UH60啊 画面上各位有看到 黑鹰直升机 他的黑鹰直升机啊 叫改良版 跟传统的黑鹰直升机不一样哦 很多国家都买过黑鹰直升机 甚至连中国早年也买过 这个UH60啊 黑鹰直升机 但这个改良版的黑鹰直升机呢 他的特色叫隐形啊 隐形当然身上涂了一些 那个什么 抗什么雷达波啊什么之类 另外呢 他在机身呢 坐的上面坐的比较窄 有点像一个种子一样 三角形一点 还有他就是叶片上啊 做了一些特殊涂料 让这个螺旋桨跟空气的声音啊 降到最低 而且还有这个尾翼啊 尾翼有个螺旋桨 对不对 他听说有一个消音设备 就是说他的隐形 不但是雷达看不见 还更重要 他的声音非常小 他不会飞机来没来 哗打了直升机来了 不会 对不对 各位一定听过直升机在飞嘛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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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空气声音 他就是隐形啊 就做到这个 而且他们这个兵团呢 这个航空作战兵团 因为要带这个绿扁帽去作战 飞行员呢 训练啊 就是说 首先呢 你要当这个 这个至少要有一年的基础训练 那之后呢 就会分 分到不同的单位 开不同的飞机嘛 你有 有的一种是比较小的 有这种UH-60的 各式量飞机 好 那都要飞对不对 在过程中有个最重要的科目 叫夜视飞行 但夜视镜哦 飞行 因为夜视镜啊 各位看过绿色的 对不对 特种部队到屋子里面 那种感觉是因为 它是近距离还好 但你晚上啊 开飞机 带这个夜视仪啊 它的那个距离感 因为你要一般都特种部队 都晚上夜行嘛 所以他们叫夜行者 就是晚上出任务 所以他们那个 最重要要达到这个 这个位阶啊 但夜视镜 至少要两年的训练 你才能出任务哦 对不对 然后接着当掌机 掌机之后 再两年 你才能做什么 领队 比如说四架飞机 三架飞机 你当领队 大概要五年的训练 所以对这个飞行员 压力很大 那这一次 为什么是机械故障啊 就不知道了啊 但最终呢 带不走这些科技嘛 他把炸了 因为他上面还有个叫什么 讯号干扰 比如说啊 他快要到目标的时候 他把这边所有地区的通讯系统 全部断掉 干扰 你不管手机 无线电 都听不见 然后他就可以行动 所以呢 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行动实际上 有点老套 对不对 但也看得出来有点跟不上 但回头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 讲到的是普京的淡定嘛 还有拜登的那种 已经不知所措 有点不知所措 那到底习近平呢 是怎么样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展现的是 自信 自信 因为理论上来讲啊 整个北京冬奥会 从开幕开始 筹办了 得到筹办权 到去年的 这个美国开始抵制 实际上冬奥会 也受到东京奥运会 疫情的影响 中国也必须做到 就是清零政策 这个代价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我讲一大半的原因 但也为了国人的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 奥运能够成功举办 冬奥会 能够成功举办 所以这一次啊 看得出来 不管你外界 抵制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习近平的那种自信 也让美国拜登啊 感到有挫折感 对不对 他觉得最好是 中国现在奥运办不了 乱七八糟 疫情 大家抵制都不来 普京呢 说在莫斯科 动都不敢动 多棒啊 对不对 但结果呢 结果是怎么样 昨天宣布了 布林肯下礼拜三 先到澳大利亚 到澳大利亚之后再去斐济 斐济完到夏威夷 跟这个美日 日韩开会 干嘛 去巩固啊 我跟你讲啊 下礼拜三啊 就这礼拜三啊 到了澳大利亚 一待啊 待到礼拜天 干嘛去 欧克斯嘛 欧克斯嘛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加快 可能的 可能的关键就是啊 跟澳大利亚谈 买潜艇是一回事 你要不要租潜艇 我先租给你 你要不要 对不对 这个可能就是要加快施压的动作 也看得出来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上 就像我刚刚前面开个玩笑比喻啊 绕了一圈 什么都没找到 对不对 白跑一趟 白跑一趟 所以呢 现在的问题啊 看得出来 乌克兰 整个显得出美国的胆小跟懦弱 尤其在欧洲盟友之前 丢了大面子 那你可以再次想象出 在奥运之后 美国的下一步 会去怎么样行动 是印太战略加码 这是唯一的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 在奥运之后的加码动作 实际上就是要再次展现 我美国还存在 这个当然呢 也更让我们看到 局势的变化是如此的多变 那当然呢 这个拜登团队现在可能还在算 普京手上还有几张牌 习近平手上还有几张牌 他们手上已经没牌了 他们现在只能算别人 对不对 搞不到自己 只能算算别人 所以呢 拜登的囧状 我觉得在今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 拜登大概民主党真的是 败定了 真败定了 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吧 每次都在讲 但也预祝所有的奥运健儿啊 这个继续努力加油啊 我看到这个 这个比赛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亚洲人啊 虽然不像北欧人那么厉害 对不对 并天雪地的 但是成绩呢 也确实不错 对不对 加油加油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咯 拜拜